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區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開箱呢 就是在我桌上 超級多的 鍵盤、滑鼠、耳機、麥克風等等等等的這個產品喔 那各位呢如果你是上班族 有商務需求的話呢這一集會超級實用 我們每個都會做簡短的開箱 然後呢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怎麼樣子的選購這些產品 那這些全部呢都是Logitech 都是羅技的產品 那各位如果比較年輕一點點的 可能以為Logitech的這個Gaming系列很有名 的確沒有錯他們Gaming系列我也很喜歡 但是呢 如果是老一輩就知道 羅技是做商務的鍵盤滑鼠起家的 他們家的商務的鍵盤滑鼠非常強 從過去到現在都很強 所以我們就先開箱 然後呢最後來聊聊我個人的看法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滑鼠 那第一款呢是MX Anywhere 3無線行動滑鼠 那這個滑鼠體積小巧 那重量只有99克啊非常的輕 滑鼠本身具有Duck Fill高精確度感應器 任何材質都可以追蹤使用 移動的DPI最小可以從200調整到4000 那中間每隔50DPI來做一段設定 在外型方面MX Anywhere 3採用左右對稱的設計 所以即使是左撇子用戶也可以直接使用 在左右按鍵的點擊手感上 那內部採用了歐姆龍的微動開關 那另外滾輪的設計上採用了可切換段落的 Max B電池開關設計 在外觀上因為整體長度只有10公分偏向迷你 整體的手感比較適合手小的用戶還有女生 如果是像我手比較大的話呢 用起來就會稍微有一點點握不太住的空虛感喔 在充電方面MX Anywhere 3採用的是Type-C方式充電 充滿一次有70天的使用時間 就算應急充電1分鐘也可以使用3小時 並且同時支援藍牙跟Unifying USB無線連線使用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能夠對應滑鼠的平台都能夠使用 那如果你是需要長時間使用滑鼠的人 那接下來這款LIFT人體工學垂直滑鼠就非常的適合你喔 它是符合亞洲人的手心尺寸所打造的 在外觀上就可以看出LIFT人體工學垂直滑鼠的奇特造型 它有別於我們使用一般滑鼠是手服貼在滑鼠的上半部 它是採用57度傾角的方式 並通過人體工學協會雙認證 讓我們的手垂直放鬆的握住這個滑鼠 所以在使用滑鼠上的肌肉以及骨骼角度 都符合人體工學最自然的握感 長時間使用下來也不會對手腕造成負擔 而LIFT人體工學垂直滑鼠的重量是125g 連線方式同樣是支援了三組的裝置記憶 並且採用藍牙以及更先進的Logibot無線連線 內部是使用一顆3號電池 官方宣稱每天固定8小時辦公室使用的話 可以使用長達24個月 在移動的厘米度上面一樣是支援了400-4000dpi的設定 那是每隔100dpi來做一段式的調整 在點擊觸感上LIFT採用的是Silent Touch技術 所以在點擊聲上相當的安靜 左右鍵的點擊是幾乎聽不到有Click的聲音 只有在使用大拇指的按鈕才會有比較明顯的按鍵聲音 那基本上這個位置的按鈕也不會常常用到喔 最後一款要介紹的就是Logitech的商務旗艦鼠王 經典中的經典非常的帥 是Logitech MX Master 3S 功能非常的強大 如果你是沒有預算上限 又能夠接受中大型滑鼠的人的話 那這支滑鼠是你的不二首選 雖然不同於LIFT的人體工學設計 但Master 3S也有相當優異的握持手感 整體重量為141克左右 並且搭載高達8000dpi解析度的滑鼠 同樣具有Duck Feel高精確度感應器 支援了200-8000dpi 靈敏度是兼具50dpi來做調整 也是少見可以在玻璃表面上使用的滑鼠 可以說是今天介紹的滑鼠裡面最奢華的一款 在按鍵設計的部分 特別針對商務需求加入了靜音點擊的設計 中央的滾輪也是採用不鏽鋼字的MAXB電磁開關 而且它可以設定每秒捲動高達1000行的設計 在側邊拇指處也多了一組不鏽鋼滾輪 以及兩組的狙擊按鍵 同時Master 3S滑鼠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它在大拇指位置有一個手勢鍵 這個按鍵是配合點按之後 搭配移動滑鼠的手勢使用 像是預設為虛擬桌面 在按住後滑動滑鼠向下移動 可以顯示出整個桌面 向上移動就可以叫出Windows的工作表 當然搭配Mac OS使用也能夠對應原本觸控板上的多子操作功能 另外也能夠讓使用者設定控制多媒體音訊 或者是自定義各種操作 透過安裝好的Logic Option Plus 軟體 就能夠自由的設定聚集 算是相當特別的功能 連線功能也支援了藍牙跟先進的Logibo無線連接方式 採用Type-C連接方式為內建的電池充電 一次充電可以使用約70小時 所以無論在功能手感以及續航方面都是非常優異 目前Master 3S有石墨灰跟珍珠白兩色可選 兩款都相當的耐看 就看各位想要怎麼樣的配色了 接下來來介紹Logic的MX系列鍵盤 分別有MX Keys跟MX Mechanical 首先是MX Keys無線智能鍵盤 它是屬於薄膜式的鍵盤類型 支援了藍牙以及Logic自家的Unifying USB連線方式 對應了7種以上不同的平台系統 而且可以一次配對3種不同的裝置 內建充電電池採用Type-C充電 官方表示在開啟背光的情況下 續航可以高達10天 如果是不開背光的話 更是擁有長達5個月的使用電量 實際在敲打節奏上 MX Keys採用的是薄膜式結構 所以觸發的力道就比一般的機械式鍵盤來的大 而這把鍵盤的鍵程相對比較短 所以相當適合長時間打字或是程式編寫時使用 鍵帽造型採Perfect Torque技術 支援流暢敲擊打字更舒適更精確 Logitech也有推出無數字鍵版本的 MX Keys Mini鍵盤 對比全尺寸的MX Keys只有將近60%的一個大小 一樣是支援無線跟藍牙連線功能 而且它重量只有506g 所以要追求輕便的話 這個Mini可能是你想要的選擇 但各位應該都知道我是機械軸的愛好者 所以接下來就會介紹MX Mechanical系列 它採用的是全尺寸110件的鍵盤配置 而且是機械矮軸 軸種使用的是有輕微段落感的插軸 插軸的特性就是敲擊力道輕盈 有段落式的設計可以擁有非常好的敲擊力回饋 聲音也不會像輕軸一樣非常高調大聲 所以相對適合在一般有人的辦公室環境中使用 MX Mechanical也是市面上少數擁有機械式結構 無線連接並且保有背光發亮的設計 而且充電方式也是主流的Type-C充電 它的續航在開啟背光的情況下可以使用15天 如果你關閉背光的話可以使用長達10個月 而如果你是追求輕便的人 它也有推出無數字鍵盤的迷你版本 重量也只有612公克 大家就看自己的需求選擇了 而講到商務辦公開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了 雖然目前的筆電或平板都有搭載前置攝像頭 但因為疫情衝擊的關係開會頻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你需要更高畫質更好收音的影像 來跟你的同事還有老闆開會的話 Logitech就有針對這方面來推出了兩款網路攝影機 首先是BRILL500網路攝影機 外型小巧不佔空間 以市面上販售的攝像頭外型來說 BRILL500更是質感大躍進 同時具備了石墨灰、珍珠白、玫瑰粉等時尚配色 畫質方面最高支援到1080-30張跟720-60張的擷取解析度 也內建兩個具備隔音降噪功能的全相式麥克風 同時它考慮到攝像頭不會持續使用的隱私問題 有加了一個保護鏡頭的防護蓋非常安全感 BRILL500還有搭載自動取景、智能閱讀模式、使用度更廣泛 還有另外一款是BRILL4K網路攝影機 各位如果是正妹或帥哥買這個就可以把你拍得更清楚 它支援了4K Ultra HD 30張跟1080p 60張的拍攝解析度 鏡頭本身還擁有多重視野跟5倍數位變焦的功能 同時也支援了光學紅外線的臉部辨識功能 也可以支援Windows Hello臉部解鎖功能 除了當作一般視訊鏡頭使用外也能夠增強電腦的防護安全 開啟電腦不用密碼有你的人力辨識更加安全跟迅速 那講完鍵盤滑鼠視訊頭之後 接下來來講一下有趣的周邊商品 也是來幫助你的商務辦公的 首先是這款Case to Call 超鮮薄鍵盤 它是能夠同時支援iPad、iPhone等iDevice裝置的輕巧攜帶鍵盤 最大的優勢就在於鍵盤採用非常輕薄好攜帶的設計 重量只有183克 整體厚度只有0.6公分 寬度24公分 比起各種無線鍵盤都還來的輕巧兩三倍以上 而且它在鍵盤表面採用的是耐用且容易清潔的Flybris Skin材質密封 它的觸感跟Apple原廠的Smart Keyboard相當的類似 而Case to Go 超鮮薄鍵盤本身是具有電池供電的 所以不需要花費iPad或iPhone本身的電力 如果是每天打自2小時來計算 它可以連續使用高達3個月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Case to Go 使用的是Micro USB充電 所以如果你是硬直要充電的話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充電線 而如果你是想要把你的iPad變成一台Mac使用的話 那接下來Logitech的這款Combo Touch鍵盤套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它有別於Apple原廠的iPad專用巧控鍵盤組 羅技的Combo Touch鍵盤套本身是鍵盤也是保護套 而且支援了iPad Pro 11吋1-3代的保護能力 同時鍵盤方面支援了可拆卸的設計 鍵盤本身的按鍵方式也是類似剪刀腳的鍵盤 有別於一般的平板鍵盤採用封模式 Combo Touch鍵盤套更加的好敲打 敲打起來比一般的平板鍵盤的力回饋還要更好 而且下方也有一個觸控板 可以支援點按或是多子滑動的功能 而如果拿掉鍵盤後 Combo Touch還可以變身成為可力式支架 它可以支援不同的角度 那不管是要拿來看劇讀稿或是繪圖 都能夠調整出屬於自己的螢幕視角 而且Combo Touch鍵盤套也是一款通過Apple認證的周邊 所以也支援了Apple Smart Connector原廠技術 能夠透過iPad Pro直接供電 所以就不用幫這個鍵盤保護套來進行充電了 那講完前面這些周邊之後還缺了什麼 沒錯接下來就是耳機跟麥克風 那這一次Logitech針對注重商務以及休閒的使用用戶 推出了全新的ZoneVibe 100無線藍牙耳機麥克風 它跟已經推出的ZoneVibe 125是相同的 只是除了原本的灰黑色還多了白色跟粉色的選擇 那在外觀上一樣也是採用布面設計以及簡單滑動 就可以定位的調整功能 耳帶以及耳罩都是柔滑布面的設計 整體重量約185g 那即使長時間的佩戴透氣感也不會讓耳朵內造成悶熱 在單體的部分ZoneVibe 100採用的是40mm的單體驅動 它的頻率是在100-8000Hz之間 那使用者可以透過Logitune應用程式來設定耳機的聲音表現 像聽音樂的時候可以提供更寬廣的音場 或是收聽Podcast可以提供更清晰的人聲 而ZoneVibe 100也搭載了降噪麥克風跟智慧靜音功能 在透過麥克風講話的時候它會自動加強人聲表現 那同時麥克風感只要向上收納 它就直接快速靜音了 操控起來非常的直覺快速 而ZoneVibe 100也通過了iPhone以及iPad的蘋果官方認證 那透過藍牙連線的方式可以自由的連接在其他裝置上使用 那如果是使用藍牙語音對話的話需要能力可以到18個小時 那如果你只聽音樂的話可以到20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所以無論是商務開會或是玩遊戲聽音樂 ZoneVibe 100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而如果你超級注重麥克風音質的話 那接下來Logitech的Blue Yeti USB麥克風就是你非常好的選擇 它的音質有多好呢 你現在聽到的這個聲音就是用Blue Yeti錄出來的 它非常的有名啊 包括我自己還有很多Podcast或者是遊戲實況主 都是使用Blue Yeti在做收音的 那首先介紹的是Blue Yeti X USB麥克風 它具有4個電容音頭的收音陣列 可以接受20-20000Hz的響聲頻率 最高可以錄製24bit 48kHz的分辨率 那收音的方式還採用了 心形全向雙指向還有立體聲 4種的收音方式 而且是採用USB連接 非常的簡單啊 接上電腦就可以直接錄音 不需要額外的混音配備搭配使用 省去使用者非常多的麻煩跟成本 而如果你是喜歡工作環境色彩繽紛的朋友 它還有另外一款Blue Yeti USB麥克風 提供了黑色、銀色、藍色、白色、炫光白、甜美粉、六色可以選擇 它跟Blue Yeti X的主要差異 在於4個電容收音頭改為3組收音陣列 而且錄製的聲音格是最大只有到16bit 48kHz 其他的功能規格是大致上相同的 像是這樣的聲音表現其實也足夠一般人在家使用 就看各位有沒有要追求到最極致的音質了 那前面介紹的這麼多周邊 要怎麼把這些周邊插到電腦裡面呢? 這個線可能會非常的多 怎麼辦? Logitech都幫你想好了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Logitech 全功能擴充底座工作站 這個東西我愛不釋手非常非常的方便 各位很喜歡整線的話 然後每天都需要使用筆電上下班 切換到大螢幕的話 使用它就對了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有非常豐富的連接埠 L端本身具有兩組USB Type-A插槽 以及兩組USB Type-C可以讓使用者自行的連接設備 同時還提供了少見的Display Port 讓你連接專業等級的螢幕 而且也還有HDMI孔 所以看你要連什麼螢幕都可以 而Logitech到你的電腦只要一條Type-C線 就可以連接完成 而且也具備了100W的供電能力 最棒的是它本身還是一顆音質非常好的喇叭 它也有麥克風的收音功能 所以用它你也可以簡單的語音會議 它可以將你豐富的電腦周邊 通通的都插到Logitech上面 那出門的時候也不用拔線拔的手忙腳亂 讓你在工作生活依舊的輕鬆優雅 那唯一比較可惜的是 它還少了一個SD讀卡機的功能 如果有的話就是接近完美了 好看完這麼多邏輯商品的開箱之後 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從滑鼠的角度來看 我個人大家如果跟我一樣是大概身高175 算是中大型的手的話 我個人還是首推他們家這個旗艦的MX Master 3S 它真的握起來非常的舒服之外 重點是它的滾輪不但有質感 它也支援了這個無段落勢的這邊滾 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它是很實用的 而且側面它還有這個滑輪 這個滑輪今天我不管是把它聚集設計成音量鍵也好 或者是別的這個工作鍵也好 也是非常的實用 所以第一個實用性好 第二個是非常好看 第三個是手感很好 那唯一你可能要注意的點是 它稍微的有點重手 所以各位如果你比較喜歡輕一點滑鼠的話 可能就要考量別支 那這一支LIFT的話就是人體工學署 所以呢就看你對這個手腕的這個部分轉軸 你有沒有很在乎 你如果真的今天你是醫生啊 或者是你的職業需要長時間 一天可能要十個小時十幾個小時 都在用滑鼠操控的話 那這個肯定是最好的 那這個小鼠Anywhere 3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不適合我 是因為真的我的手比較大 這個還是比較適合小手 或者是女性玩家 但它跟市面上的其他小鼠不一樣 因為我的觀察是市面上很多小的滑鼠很不實用 可是呢它沒有因為小就不實用 你看喔包括它的滾輪 其實是跟這個旗艦款都是一樣的 然後它該有的這個側鍵 然後整個握起來的這個滑順的感覺 其實都很好 但是就是要看你這個手的大小 但說到這個點我要順便跟大家講的是 它這個三位系列我嚴格講 它都沒有很便宜 它這個定價其實都是兩千三千甚至更貴 那為什麼羅技會定到這個價格 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啦 今天它就是生產力工具嘛 你要長時間用這個滑鼠用這個鍵盤 它當然定價上面不會太便宜 但是呢我覺得買羅技家的商品 最好的優點我個人很喜歡就是保固 因為我說真的我這輩子用了這麼多的鍵盤滑鼠 每個品牌一定都有機王 這個就是運氣的成分在 但我這麼多年來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身邊很多有買羅技G系列 或是MX系列的這個親朋好友 真的羅技的保固是非常阿沙利的 很多時候甚至疫情期間你跟他講一下狀況 你拍一下你產品序號跟發票等等的 他會直接寄新的過來 他不見得要把你舊的東西送回去 每個時期跟每個產品 現在的保固政策不一定一樣 但是只要保固期內羅技是非常阿沙利的 然後羅技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點就是 他偶爾會有一些促銷的優惠 所以呢包括大家可以關注他在摺摺募資啊 或是很多時候我們置入 例如他們可能會跟蝦皮合作 或是跟一些平台合作 他有一些優惠 那個時候七折價八折價大家都可以考慮 好剛剛是插開講到羅技有的心得 接下來來講一下鍵盤 鍵盤的話呢 因為這次開箱的鍵盤都是商務系列 不是Gaming系列的 所以呢他就算是機械軸 他也是比較偏矮軸 那矮軸的話呢也不能算是缺點 他的特性就是他的漸層稍微比較短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漸層要完整的話 當然還是要走標準漸層的機械軸 但是矮軸他的優勢就是 大家有沒有聽到聲音是相對的 比較小聲的 不管是我們今天試的茶軸 其實他的力回饋還是非常的好 但是相對的小聲 所以呢你在商務辦公開放室的辦公室的話 當然就比較不會吵到同事 但是如果你又更追求要更小聲的話 那就是選用他們家薄膜的 MX Keys的這個系列 是迷你的或者是這個全尺寸的 就更小聲了嘛 畢竟是薄膜 而且他們家的薄膜呢 跟別人的薄膜不一樣 是你包括了他的使用的材質 跟他的鍵帽都有按照你的這個掌心 往那些往下凹 所以其實打起來的手感 我們剛剛試了一下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們辦公室其實長時間 也有幾把這個MX Keys在服役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 那接下來講鍵盤全尺寸跟mini要怎麼選 其實這個就很簡單啦 你要看大家你的工作 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是文書工作 你要很常開Excel啊 你要很常速度爆表啊 那我強烈建議你 你一定還是要買全尺寸的 因為有一個九公格的數字鍵 實在是太好用了 打計算機啊打Excel還是很好用 但如果今天你還好 你大部分就是打字 然後呢 你的桌面真的比較偏小 你想要走一個比較漂亮的一個工作環境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他們家mini的產品 不管是MX & mechanical系列 或者是他們的MX Keys 也都有出這種小尺寸的版本 然後搭配小滑鼠 整個桌面看起來就會很舒服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麥克風 這邊大家就會有疑問說奇怪了 他又有麥克風 但是耳機又有帶麥克風 我要怎麼選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你就看你平常的使用頻率 你只是平常要開會 其實說真的開會 我們不一定要開視訊 但是你一定要有麥克風嘛 那我覺得買他們的這個Zoom VIVE 100就可以了 因為第一個非常的輕巧 所以我長時間佩戴很舒服之外呢 他也有帶一個麥克風 那重點是我覺得外觀也好看 例如你看粉色搭他的麥克風 搭他的滑鼠 就一整套看起來就很療癒 或者有白色一整套 他整個外觀是很舒服的 然後長時間佩戴 例如你可能今天是客服啊 或者是你很常就是業務啊 你很常需要跟別人通話 其實我覺得他這次出了這個新耳機 真的重量很輕 戴起來很舒服 而且呢因為他可以調整 所以他翻譯性很高 像我算是大頭的人 我戴上去其實也很舒適 所以我覺得這次耳機非常的棒 當然羅技他們家耳機出很多啦 但是這個就是我覺得簡單易用 然後呢該有的功能都有 那什麼樣子的狀況你需要買到 羅技他們家Blue Yeti的這個麥克風呢 其實我長時間用的是這一支 剛好是銀色這一支在現場 你需要做例如Podcast 或者是你有興趣 偶爾想要唱歌啊 或者在視訊上 你就是追求你跟別人開會 你的聲音要特別的有 嗓音要有磁性的話呢 那你就是買Blue Yeti Blue Yeti的品質非常的穩定 而且這幾年很紅 很多遊戲實況主啊 或者有些人cover 就會直接用他們來錄 那你如果跟其他專業級的麥克風相比的話 他的性價比非常的好 但是呢音質其實不輸 我覺得他也是簡單易用 因為有一些很多專業級的麥克風 當然很強很好用 可是他在調整上在設定上 他的這個學習門檻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今天你還是比較業餘的話 你只是要追求聲音很好聽的話 我覺得Blue Yeti就很不錯了 當然他們的這個最高階 Blue Yeti X表現也很好 大家就看自己的需求去做一個拿捏 那我們前面講的情境都是比較中度 或是重度的辦公會選用這樣子的一個商務系列 如果你只是比較輕度辦公 或者你要追求是極致 你每天都要出差 你要在高鐵上面啊 你要在旅館 然後你只想要一個包包 不要太重就背著走的話 那就是他們的Comfortouch還有Kiss to go 就是第一個非常輕便 尤其這個Kiss to go 雖然他打起來爽感一定也是跟個MX Kiss 或是MX Mechanical有落差 但是他跪在很輕 真的是太輕太方便了 我放在背包我都忘記他的存在 可是我需要的時候瞬間拿起來 搭配他這個支架 不管你是iPhone iPad 都可以完整的這個支援 所以打起來一定還是比你觸控那邊打 還要更快更方便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很讚 唯一一點差一點就完美了 就是如果他是Type-C的話就完美了 他還是這個Micro USB 那這個Comfortouch其實非常的有名 我們之前就開箱過了 他這個價格跟蘋果官方的配件比起來 非常的有性價比 然後該有的都有了 他這個打字起來就又比這個Kiss Co更好了 因為他的這個漸層本身更長 那當然他的價格也會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他泛用性更好 他還多了一個觸控板 所以你瞬間就可以把你的iPad Pro 變成一台很不錯用的一個文書筆電 而且呢重點是他磁吸式的 你有的時候只是要探距 只是要用iPad的話 你整個就拿下來 所以泛用性非常非常好 這個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我多做介紹 這個之前在折折木製就賣得超級超級好 那講一下視訊鏡頭 就是我前面講的嘛 如果你今天要追求的 只是要通話的話 其實你買這個耳機就足夠勝任了 老闆不一定需要看到你是誰 如果只見公司都是男生 我覺得大家聲音溝通就很OK 再來視訊鏡頭的部分 邏輯一直都是品質保證喔 在規格跟外觀上呢 這次推出的顏色與款式 在網路攝影機當中算是耳目一新 最重要的是BREO500 這款新型號一樣維持水準 它有自動校正光線與自動聚焦的功能 拍出來的人臉畫面也維持出高顏值的水準 而且很酷的是 它會自動追蹤畫面中的人物主體 並且調整居中 另外一個有趣的點是 BREO500還多了智能閱讀模式 只要90度把鏡頭往下照 就可以把桌上需要展示的手稿 分鏡畫稿或任何產品 都能夠直接讓物件以正面入鏡 對於相關工作者 例如分鏡師 或者是畫畫的設計師 或者是像我們這種開箱的YouTuber 會是頗加分的工具喔 那最後最後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一個 我前一陣子有拍他們的置入 那我實際我超級喜歡的 就是這個Logidoc 這個工作站 他們看到後面各種街頭 所以大家想像一個情境齁 就是我今天上班嘛 那我上班一定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螢幕 是不是每次來筆電都要接什麼很麻煩 你用Logidoc 線都接好了 直接放上去 一插上去 它全部都連好了 那全部都連好之外呢 該有的接口全部都有之外呢 重點是 它本身是一個音質很好的藍牙喇叭 所以大家想像一下情境 有時候下班嘛 只剩下你自己一個人 在加班的時候 就放一些音樂 或者自己在家 那當然就是隨時可以放音樂 那當然這個價格不便宜啦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台小電腦 它本身台幣要一萬多塊 可是實用性是超級超級的好 而且它有很多快捷鍵 你在視訊呢 或是怎麼樣 第一時間按下去 然後就開始講話 第一時間按下去 麥克風就靜音 非常好用 這個其實也是前陣子 我覺得很夯 那我很想幫我們每個辦公室同仁 都配一台的一個Logidoc 那這個Logidoc 有一個點是 我覺得也是差一點點就完美的是 它沒有一個標準大卡的SD卡路卡槽 如果有的話 就更完美了 不知道是不是擠牙膏 不知道是不是下一代才會出 反正這個已經是完成度非常高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那最後還是要再次講 其實這些商務產品 它雖然價格沒有很便宜 可是你買羅技的這個品牌 它的保固 它的品質 我個人是長時間用 我是非常信任的 包括我們自己辦公室在辦公 也都是用它們家的鍵盤跟滑鼠 所以要我推薦它們家的產品的話 我就覺得你只要看好你的需求 買就對了 就是它們家的產品 應該都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當然如果今天是要打遊戲 你今天預算無上限 你想RGB的話呢 就是它們家的Gaming系列 有空再來介紹它們家的Gaming系列 那是更大更大的坑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電視規 我們就下次見啦 晚安掰掰 掰掰